17年來第一次 澎湖漁船越界捕撈遭押回中國 再先兩岸緊張 首爾街頭釀酒死車禍意外 竟是因為夫妻吵架嗎 陰謀論四起後 行車記錄器曝光了 不到兩個月再度碰面 普丁與習近平 搶在上河峰會前會面 談了哪些合作 歡迎加入近新聞調查報告 我是廖方潔 台灣澎湖漁漁船大靜滿88號 昨天晚上8點多 在金門外海作業的時候 遭到中國海警船強行登捷 晚上10點多 這個船隻就被帶到福建圍頭港 包括船長和台籍船員 兩個人 印尼籍船員三人 一共五個人被帶回去 海巡主表示 由於事發地點 確實在中國的領海內 也因為中方的海警數量優勢 讓我方無法緊追 但還是要呼籲中方 不要以政治因素來處理這個案子 應該儘速放船放人 為了營救我方漁船 台灣海巡頻頻廣播要求對方儘快放人 雙方將持不下緣 台灣澎湖漁船大靜滿88號 2號晚間跑到金門外海補小卷 但一次撈過界遭中國海警船 強行登檢強壓帶回 大陸海警船近臨澎湖漁船大靜滿88號 地點就位在福建泉州維頭港船上 包含船長在內有台籍船員 還有印尼籍船員 一共5人統統被帶回 而回顧事發當下2號晚間8點14分 大靜滿為了追捕漁獲 跑到金門限制水域 隨即就遭到兩艘中國海警船 靠近拍照並登檢 第一時間船長緊急求助海巡單位 我方也立即派遣兩艘巡防體池援 過程中與中方廣播對峙 中國海警船也呼叫支援 從兩艘陸續增加到七艘 其中四艘對準我方海巡 另外三艘則將大靜滿88號壓到福建圍頭港 就怕衝突持續擴大 海巡只好停止追船 據了解當天大概有五六十艘的船隻在附近作業 但已經連續幾天 大靜滿88號卻單獨被取締 執行人士也透露 可能是因為中國福祭休於旗艦所有船隻都不得出海 這位看準臺灣漁船到場才會殺盡 儘猴刻意將漁船押回 後續海巡與相關單位要怎麼與中方 協調將人船救回 恐怕也是一大考驗 新新聞綜合報導 繼續還原事發的過程 當時海巡署獲報之後 就立刻出動了線上一百噸 以及三十五噸艦艇前往護航 但是現場的中國海警船隻多達七艘 而且最大艘的有三千噸 我方寡不敵重 再加上大靜滿88號 的確是違規在先 所以在雙方僵持對峙一個小時之後 我方因為理虧也不敢再緊追 只是雖然過去二十一年就曾經發生過十七次 我國的漁船因為中國伏計休餘期間 被登檢的事件 但是像這樣連人帶船被強壓回中國 上一次發生類似的狀況 已經是十七年前了 當神廣播市僅呼籲中方船隻離開 海巡人員高度警戒 六月十五號四艘中國海警船 才在金門附近限制海域集結遭到驅離 沒想到事隔一周就發生 我國漁船遭中國海警強制 登檢壓軸 據了解海巡署貨爆後 當時緊急出動一艘三十五噸 及兩艘一百噸艦艇出動持久 不過周遭中國海警船 動位都介於五百至三千噸艦 對比數量上我國海巡三艘 對方則是前後供來了七艘 明顯寡不敵重 再加上大靜滿88號漁船 先月借禮虧就把衝突擴大 雙方僵持對峙一小時後 我方海巡暫停頸椎 過去臺灣漁船在中國伏計休育期間 被強行登檢扣壓 早已不是第一次 二零零三年七月 澎湖吉隆府滿六號 等五艘漁船在澎湖七美西南方 一百零三海裡作業 遭認定違反規定而被扣壓 最後攪清返環返回澎湖 另外二零零五年及二零零七年 大河 盛號等漁船也都有發生 類似事件 過去雖有先例 但今年二月觀光遊艇出日號 在遊客出航也曾遭中方強制登檢 雖然後續上岸無事 但事隔十七年再度發生 我國漁船連人對船被強壓回中國事件 就把兩岸關係陷入緊張 各界高度關注 金新聞綜合報導 為什麼隔了十七年 會再發生這樣的狀況 或許可以從司法和政治 這兩個層面來分析 先來看在司法上 中國的公募船 從兩千零三年到現在 以違反修魚規定為由 查獲了我國國籍漁船十七艘 不包含這一次的大進滿 其中有十一艘 是在繳清罰款之後 就當場釋放了 那另外有六艘 是在現場協商之後 由我方帶回 但是到要扣押的程度 上一次說了是十七年前 所以這一次的事件 很有可能就是因為 近期緊繃的兩岸關係 又或者是中國 在政治上的手段 而其實中國海警船 在台海 東海 南海的強硬執法 早就已經引發周邊國家 強烈的不滿了 不只是昨天強行登檢 扣押我們的澎湖漁船 昨天在下午的時候 也有三艘配置機炮的中國海警船 侵入了間隔群島周邊的日本領海 朝著一艘在當地海域作業的 日本漁船接近 當下在漁船周邊的海上保安廳 巡視船對此相當警戒 也立刻就要求中國海警船離開 那再先前的時候 更是在南海侵擾菲律賓的船隻 不但對菲律賓的海軍船隻揮舞刀斧 更直接登船去搶東西 有好幾名菲律賓的海軍人員 因為這樣而受傷 其中一個人還失去了右手的拇指 我們回顧2021年 中國開始施行了新版的海警法 還有海上交通安全法 這兩部海上執法規範 到目前為止可以看得出來 他們的目的非常明顯 就是企圖要藉由單方面立法的手段 來聲張他們的海上主權 並且擴大海上執法 而且中國在上個月 又還發布了一個 海警機構行政執法的程序規定 允許他們對涉嫌侵入的外國人拘留 種種的這些作為 當然就造成了東亞區域緊張局勢的升高 尤其我們剛剛提到菲律賓 兩個國家在南海的衝突不斷升級 彭博專欄分析 菲律賓一方面因為南海在跟中國對抗 另一方面又在台灣問題 成為了美國代理人 那因為後者這個原因 就是中國急著想要削弱菲律賓的原因之一 因為削弱了菲律賓 削弱美國也就意味著削弱台灣 而美國的前白宮副顧問 副國安顧問博明 他也有相同的看法 但是這樣疑似系統性的挑釁對抗 受害的還是一般民眾 所以我們的行政院副院長 鄭力軍對中國喊話 要求他們儘速釋放漁船跟工作人員 發生這樣的事情 我們政府高度的關注 呼籲我們對岸有關單位 能夠儘速的來對外說明 那後續陸委會以及漁業署 我們也會全力的來協助 希望能夠來儘速的釋放 政院緊盯後續發展 針對我國漁船大進滿八十八號 遭中國海警船登檢扣押 政院首度發聲 發言人證實我方漁船 確實闖入了休於期的中方水域 因此遭到對岸強制執法 陸委會則發聲明 強調會透過兩岸管道 請中方儘速說明 但藍營歸咎是兩岸政治環境 國民黨認為兩岸關係 劍拔弩張 使得中方打破默契 外界解讀劍指賴政府 但近期中國在海上滋稱事端 案例頻傳 包含在日本東海 菲律賓南海以及驚嚇水域 傳出多起爭議執法 根據日方統計 今年一月到七月二號為止 已經發生數十起侵入日本 領海的騷擾事件 先前更在南海侵擾菲律賓船隻 甚至登船躲槍 最近大家要去注意 中國不只是在金門 他也在日本 他也在南海挑起 這樣的周邊的一個緊張跟對抗 中國海上動作不斷在國際政治上的對抗與擴張 已經打破區域和平與默契 造成國際紛擾 金新聞綜合報導 被中國海警扣押的這名洪信船長 平常跟八十多歲的老母親住在澎湖西雨 由船被押走的消息傳出來之後 親友跟船東都不敢跟這位媽媽說 就怕他擔心 而船長的女兒也很憂心父親的狀況 因為持續聯繫不上 而父親是有慢性病必須要定期服藥的 所以女兒也希望透過各種管道 想要儘快地把人給救出來 而另外也被押走的丁信船員是三個孩子的爸爸 最小的兒子還在念國中 那這名船員現在秒無音訊 也讓家人相當的擔心 戴帽子拍照 他就是遭到中國海警帶走的大靜滿 八十八號鴻信船長 先前才參加員工旅遊到越南 沒想到這回人跟船都遭到中國扣押 事發第二天傳出中國海警 有意讓船長以三十萬元交保 跟那個在那個附近的船他們有聯絡 他說根本就是在十二里外的 我們那個船長有看到海警船來 會比較緊張就收網 然後就往我們這個東邊要走 然後就追上來 他也還沒有讓那個船長他們跟我們稍微聯絡一下 弘信船長從業十幾年 跟晚船一樣出海卻被帶回中國 由於船長有慢性病 必須定期服藥讓親友心機如焚 船長平常跟八十多歲的老母親住在澎湖西域 親友到現在都還不敢跟老母親說 船長現在被中國海警抓走斷了聯繫 他也只是說盡量看能不能找什麼管道 能夠讓他們快點回來 船長安慰讓人憂心 不過船上還有一名丁信台籍船員 到現在也是音訊全無 不過二哥一開始並不知道說 原來弟弟居然是被中國的海警船 連人帶船一起被扣押走了 不太好 他收入只有三萬多百而已 三十萬而已 三十萬然後要養家 對啊 電信船員育有三個小孩 兩個女兒已經出社會工作 但最小的兒子還在上國中 假裝靜靜狀況並不好 其他兄弟聽到船員也被扣留 在中國感到相當憂心 希望政府單位能盡快想想辦法 讓他們早點平安回家 近新聞綜合報導 波澎湖漁船當時被強行燈檢 帶走的時候 在同一個海域作業有別的漁船 近新聞獨家找到了當時全程募集 中國海警作圍的這一艘漁船 募集的船長說事前是沒有任何預警的 中國海警船就突然逼近 然後派出了小型的快艇包圍台灣漁船 然後就以懷疑台灣漁船越界為由強行攔檢 但其實在過去發生類似的狀況的時候 對岸都是用廣播示警 而台灣漁船也會立刻離開 中國海警船強行登檢 近新聞獨家訪問到當時全程募集的另一艘 台灣漁船船長 漁民說每年這個時候他們的 都不認識我 我都不認識你 有了有了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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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有了 衝著大紀滿88號而來 全城目前船長指出 過去如果漁民不慎越界捕撈 中國海啟船只要廣播驅趕 台灣漁船就會離開 這回中國官方不但大動作 包圍台灣漁船還強行登檢 帶回船長和船員 來按緊張情勢 再度受到高度關注 進行環境消息臨 彭報道 中國要在東海南海 進行這樣疑似系統系的 啟動來削弱台灣跟美國 透過攻擊菲律賓的方式 那他勢必就要強化 自己的海上戰力 而中國海警船未來 有可能去突破第一島鏈 常態化的進行遠航嗎 Google最新的衛星影像就顯示了 上海江南造船廠 正在建造一艘外型神四解放軍 052D型飛彈驅逐艦的船艦 詹家推測可能是要把退役的052D 驅逐艦改造成海警船 那一旦成爭 中國海警就能夠輕鬆地突破 第一島鏈 甚至他可能會把巡邏的範圍 擴及雅丁灣和北方海陸 進防砲 外加主艦砲接連開火 堪稱中共海軍核心力量的052D型飛彈驅逐艦 未來可能成為中國海警船 江南造船廠再建造一艘新的艦艇 並且外型神四中國海軍052D型 導彈驅逐艦的船艦 Google最新衛星影像揭露 中國正將退役的052D型驅逐艦 改裝成海警船 雖然沒有安裝飛彈垂直發射裝置 卻可能象徵中國海警船遠航將常態化 若中國海警真的採用這種艦體 那麼其行動範圍將不再局限於近海 而是能夠輕鬆突破第一島鏈 中國海警不只可能突破第一島鏈 甚至遠航到阿拉伯半島的雅丁灣 以及俄羅斯海岸線 往返太平洋與北冰洋之間的北方海陸 靠的除了是052D的動力系統 還有雷達監測能力 本舰的相控陣雷達 第一個 它的作用距離不遠 第二個 它的探測精度更高 第三個 它的跟蹤效率更大 目前中國已經有兩艘 全球排水量最大的 兆頭級萬頓海警船 一艘常態部署在南海 期限頓級以上的052D型 一旦加入中國海上巡邏 大量服役 中國海警過去這些惡霸行為 恐怕只會更加猖狂 新新聞 鄉東偉 初期安寧報導 但即便兩岸關係緊張 中國頻頻侵擾還是有人覺得 可以跟中國做好朋友 國民黨立委陳雪生跟陳玉珍 就提出了離島建設條例 主張離島地區的公共建設 可以引進中國廠商參與採購 綠營就怒批這樣子的法案 繞過了所有國安條款 讓中國廠商不需要任何審查 就可以直接進來 這個後果比福茂還要可怕 根本是無三貴條款 不過陳雪生就反擊了 難道馬祖缺工缺料的問題 綠營能夠解決嗎 還直接開嗆說 那罷免他好了 特別製作動畫宣傳 驚嚇大橋 廈門段全長十九點七公里 還沒蓋好中國官媒現在雲端畫出虛擬橋 等不及臺灣端完工早日連成一條 二十二位國民黨立委也來幫忙搭好橋 由陳雪生和陳玉珍領銜提案 離島建設條例修正草案 內容指出礙於離島資源不足 為促進政府公共工程效率 因此開放中國廠商 可以參與採購相關機具技術和操作人力 都可以從中國輸入 略為通批這簡直是無三貴條款 完全不設防 簡直就是比福茂還要可怕的一個後果 是中共很急嗎 陳雪生跟陳玉珍 為什麼要這種時候 假借要提升地方建設效率之名 來大型這種輕中賣台之實的內容呢 下面蓋兩年到三年 我們基本蓋了12年 這個進步的速度真的是差很多 我想這些經理之外 從來沒有去過中國大陸 看大陸的建設是如何的快速 立道欄委要拼經濟 高喊多跟大國學習 民進黨立委顧國安批相關提案 形同開了四道門 請中國進門 上海合作組織峰會前俄羅斯總統普丁再度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會談 這場會面談了什麼又會有什麼影響呢 稍後帶您關心 俄羅斯總統普丁今天抵達哈薩克準備出席今年的上海合作組織峰會 最先和蒙古國總統呼日勒蘇赫進行了場邊會晤 接下來還會和土耳其巴基斯坦等國的領導人會面 不過各界最期待的就是普丁這一次呢 也會在國事訪問中會晤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但其實不到兩個月前他們才在北京相聚 現在又要再見了 果然是超級好麻吉 快步走下飛機藍地毯上的官員早已恭候多時 俄羅斯總統普丁三號抵達哈薩克 參加上海合作組織峰會 不過普丁持來一步可能要先自罰三杯 因為好麻吉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二號已經率先抵達 還對哈薩克當局發表了肺腑之言 哈薩克總統托卡葉夫三號為習近平大張旗鼓 準備隆重迎兵儀式 讓習近平看得眉開眼笑 可以看出中國和哈薩克關係很不一般 習主席說建交32年來 中哈關係經受住時代變遷和國際風雲變幻的考驗 即為獨一無二的永久全面戰略夥伴關係 但各界焦點不是現場有多澎湃 而是習近平和普丁這次又有機會再續前緣 根據俄羅斯媒體報導 習近平由於在哈薩克首都阿斯塔納登場的 上河組織峰會前先會晤老朋友普丁 普習是否有機會同框還是未知數 但這次會晤將成為季五月北京見面後 兩人相隔一個半月第二次相聚 路透社最新報導普丁率先與蒙古國總統 胡日勒蘇赫場邊會晤 預計接下來才會和中國 土耳其 巴基斯坦等國領導人見面 普丁和習近平再相遇 相信又會擦除火花 進行的王家政 李茲嫻報導 擦除的火花對中俄在國際舞台上的合作 和戰略定位又會產生哪些具體的影響 還有對兩國在亞太地區的影響力又有什麼樣的啟示呢 我們來聽台灣智庫副執行長董思琦老師的分析 近期這一個中俄兩國的元首 外交持續不斷 那我們也可以看到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 不斷地在外訪的同時 普丁也開始展開了一系列的訪問 那在這一系列的訪問之中 我們可以看到在俄羅斯跟北韓 簽訂了更深刻的戰略夥伴關係之後 那接下來又透過上和崩會 讓跟中亞歐亞交接之處的中亞地區 還有跟其他的比較不適屬於 等於算是民主國家 或者說歐美集團的這些國家來做一些聯繫連結 那可以看得出來是希望能夠擴張它在國際上面的影響力 而這一點看起來是中國跟俄羅斯 都不斷地在進行的一個步驟 那在這個過程之中 我們也可以看到很清楚的是 這些國家一方面在主張 這個是自己的主權的完整 然後要反對所謂的恐怖主義 或者是說反對這些分裂 或者是說這個暴力的這樣狀況 但是事實上他們仍舊是希望透過 在這樣子互相合作過程之中 一方面希望能夠拉起彼此的經濟 那另外一方面的話 也希望其他國家能夠協助 他們所面臨到的內部的包括分裂主義 或者是說一些主權的問題 而俄羅斯更是希望能夠透過這個上核峰會 這樣的一個機制能夠展現出來 它雖然在國際上面有受到一些國家的制裁 但是仍舊是有其他的國家能夠堅實地站在它背後 這個上核組織去年在虛擬峰會聲明中批評了某些國家或是國家 集團擴張全球飛彈防衛系統的行為 但是沒有直接提到北約和對烏克蘭的軍事援助 這次峰會之後可能會對美俄中美關係以及亞太地區的安全局勢產生什麼樣的影響呢 很多人也都注意到在這次上核峰會之中 或者說自己的國家安全是一個深屬或是維護的這樣的一個動作 事實上不見得是會受到所有國家都支持的 這中間比較尷尬或者說比較會需要去思考自己要往哪個方向去做的 應該就是屬於中國啦 那當然呢這個中國當初在做這個上核組織的時候 很重要的也是希望藉此來推展它的一帶一路的計劃 但現在看起來這樣一帶一路的計劃不見得所有的國家都會支持 那在去年的聲明之中呢 兩個聲明之中呢一個有提到 是這個反分裂主義分裂主義和鞏固自己國家主權的這樣的聲明 那另外一個話有提到關於所謂的數位化的這個議題 也就是說在數位轉型的過程之中 要一些共同來努力的這個上核精神 但看起來在今年要提出一個共同的這個主張或是願景 看起來它還是需要有一些這個調整的部分 那所以目前看起來雖然這個俄羅斯會很希望其他國家能夠站在 完全站在它俄乌戰爭的這個立場之上 但現在其他國家免建可能不會馬上就用這樣的方式來加入 但是如何去確保這些國家的經濟安全 甚至是這個能源的安全 或者是說在這個會有衝突的狀態之下的國家安全 那相關這些議題呢可能會是在這一次的這個峰會之中更加強調的 美國總統拜登從上週跟前總統川普舉行了辯論會之後呢 就被很多人質疑 他真的還有能力繼續選下去嗎 那麼美國白宮昨天清零火線 承認辯論會當天是個糟糕的夜晚 說拜登也知道自己做得不好 試圖要來平息眾怒 而拜登也在一場募款活動中說 自己因為辯論前有很多出國的行程 大方與工作人員握手過程還能開開玩笑 美國總統拜登精神奕奕的樣子 跟六月二十七號站在辯論臺上的自己一比 明顯這次有睡比較飽 拜登自辯論以來跟不上節奏的表現 飽受大眾批評 一度引發退選危機 就連白宮也出面幫忙降溫 根據美國媒體報導 拜登二號在一場募款活動中解釋 自己辯論會前出國行程實在太老累 就算回來參加集訓 想當全場最強queen card 但最後只能當差點queen key 造成表現被大家嫌棄 面對跋山倒數而來的批評 美國前聯邦眾議院議長佩洛西 要拜登拿出總統氣概 振作一點 但拜登自家人早就亂了陣腳 民主黨聯邦眾議員杜蓋特率先反骨 呼籲拜登退選下台 最新民調指出 若換成美國副總統賀錦麗對上前總統川普 賀錦麗的支持度只會落後兩個百分點 比起辯論後拜登落後六個百分點好看許多 拜登想穩穩走在競選花路上 辯論結束真正的挑戰才剛開始 金新聞王家正陳信報導 而回到台灣國內的政治焦點 立法院內的內政委員會 在明天要逐條審查選罷法修正案 國民黨推出了這個修研罷免門檻 被解讀就是為了要搶救 基隆市長謝國良 那今天舉行了選罷法公聽會 曾經被罷免的前立委陳柏惟 也硬邀出席了 自嘲說以過來人的身份 要揪一樣被罷免過的立法院長韓國瑜來分享經驗 一聽到關鍵字快不閃聲不回應 全英選罷法公聽會上前立委陳柏惟的這段話 真正如果照這個國會多數的版本修下去 唯一一個會被罷免的是我們現在的立法院院長 真的你們要修這種法 院長不知道會不會跳起來 院長也應該要來發表意見 同樣作為被罷免的當事人 三Q回娘家出席公聽會 昔日的罷函四君子也轟藍營 提高罷免門檻有政治排算 朱立倫他認為現在必須要來調高 整個罷免門檻的話 他應該要先對陳柏惟來道歉 有嚴家所在背後主導的這樣一個罷免 其實他就是跟現在國民黨 所要提高的罷免門檻 本身的整個宗旨是相對相違背 談話藍營不要搞雙標 而基隆拆量案將在五號正式送案 國民黨團卻拋出選霸法修嚴 也讓霸梁雙方戰火更加劇烈 部理會基層反對聲音 藍尾就是要推修正案 就這麼巧藍營黨團總召剛好路過 公聽會籌外 嘴上說沒有意見 不過傳出藍營擔心表決 恐怕沒勝算 破排除由趙偉高金素媒打包法案 直接出委員會 只怕強度關山 將惹來另一波民意反撲 的確有名義反撲 因為公民團體就號召新鳥支持者重返立院了 現場清新聯繫給記者吳洛穎 好 只不過各位觀眾 明天立法院的逆政委員會 即將排審的是選霸法的修正動議 那麼今天這個公民團體再次號召支持者 集結在立法院濟南路門口 因為他們認為呢 這個國民黨主張拉拉高罷免門檻就是危害這個公民權 我們一起來聽一下 現場現在是這個激進黨秘書長吳欣戴 他說到了激進黨過往有被罷免的經驗 也有罷免的經驗 在現場跟支持者來經驗分享 或者是在外面上班下班對政治冷漠不關心的人的關係是更大的 所以這次提高罷免門檻的提案 才是真正可以讓我們把這個擴散出去 跨出同溫層 讓所有政治冷漠或者是沒有關注到這些事情 可能工作很忙 家庭很忙的人 可以關注到到底現在國民黨在國會裡面要做什麼事情的一個細節 好 可以聽到吳欣戴是呼籲這個現場支持者必須要關注立法院發聲的事情 那麼可以看到臺上的舞臺上呢 其實黑色的背板寫著警告徐宇貞 警告丁學忠等七名藍白內政委員會的成員 那麼今天呢這個青鳥現場呢 他們不滿國民黨即將要提高罷免門檻 包含了新增同意票數必須要超過被罷免人的當選票數 形成罷免的雙門檻 另外還規定當選一年之內不得進行罷免的提議與連署 這個公民團體認為這樣是與民主為敵 因此呢 他們認為今天呼籲民眾下班之後來集結到立院 就是對這個明天的藍白七名的內政委員會發出警告 以上是現場最近消息 時間鏡頭交還給彭內主播 不過就算罷免門檻 現在透過修法修正就能夠救得了謝國良嗎 學者跟民進黨團認為修法之後應該要到下一屆才適用 但是國民黨智庫昨天就跳出來說這應該要採實體從就 程序從新的原則意思就是修法之後就可以適用在還在進行中的案件 那這樣的說法民進黨就批評說的確這就是不演了吧 修選罷法就是為了救謝國良 那謝國良今天趕緊澄清說不是為了我 和觀光大使洋寶針替就鄭兵派出所改裝成的一文空間揭幕 基隆市長謝國良毛起來拚關瓜 迎戰罷免 我想打造一個鄭兵這邊最美的最有意象的一個咖啡文創空間 人在拚市政同時國民黨智庫卻在選罷法公聽會前 透過新聞稿表示立委修法罷免門檻 罷免門檻是程序事項 程序從新 修法後就可以適用在上在進行中的案件 IP不演了 修法就是為了救謝國良 國民黨修選罷法從來不是以人民的利益為出發點 而是為了國民黨自己的厲害為唯一的考量 這個修法並不是會適用在我身上 我是並不適用的 所以也不是為了國良申定罪 謝國良極滅火 擔心施政亮點又被模糊 朱主席也替謝國良抱不平 唯一的爭議就是把過去林又昌前市長 把市產變成私產的這件事情 他把它找回來 得罪了民進黨 就要發動罷免 這個社會就會形成一樣 叫做惡性循環 藍營向市民喊話反惡罷 只是黨中央姑娘小組還沒出擊 綠營攻擊又來了 說實在這個可能是在害謝國良 可能是提油 攪火 他還是沒有辦法深刻的去理解到 金融市民為什麼那麼憤怒 林又昌才是黃鼠狼給擊拜年 好幾個案件都是在幫過去林又昌的市政插屁股 謝國良的罷免案當成這個林又昌過去施政的遮羞部 避免讓謝國良成為大罷免時代下第一張倒下的骨牌 藍綠工坊沒在手軟 金新聞 縱報導 百工百業都在面臨少子化衝擊 但是托育人員面臨的缺工國外挖角的情況 政府也是祭出了補助 但是有幫助嗎 稍後帶您關心 深度探照進持續關心零到二歲 嬰幼兒的無生人權 少子化衝擊 讓政府祭出補助 增加公託跟私託 但是真的有幫助嗎 面臨缺工國外挖角的情況 想要找到有愛心的托育人員是很不容易的 畢竟要照顧的是一群不會表達的孩子 他注意力必須高度的集中 但是在大眾眼裡 他們只是帶孩子的人 專業門檻沒有被肯定 而當托育人員 家長都很疲憊的時候 就種下了不當管教的危險因子 如果我們希望對孩子更友善 就應該讓照顧孩子的人有休息的權利 我們做托育行業的人 每天早上起床 把精神最好的一個時間段 奉獻給我們照顧的孩子 你想像的托育中心 是陪小baby探索環境 或是溫柔的安撫 還是大小狀況的排出 而這些都是最真實的日常風景 在寬長的托音中心 我們測得的噪音是70到100分貝 而事實上在環境部的定義 人只要長期屬於70分貝 就足以讓人焦慮不安 不過一般人 長期暴露等同上班通勤噪音的隱藏公害 還得專注留意孩子磕著碰著 更別說其他的隱形工作 每天可愛生活照 托育老師連紅帶爆突破萬難 好不容易一個個睡下 托育老師在小燈下寫聯絡簿 但沒片刻寧靜 立刻又得起身安撫 就怕一人醒全都醒 要全神關注 因為孩子還在發展 有受傷的風險 還有就最重要是他的情緒風險 他沒有辦法好好的表達說話 所以他通常來說 就是直接用哭啊 鬧啊 在地上打滾啊 在照顧的過程當中 他要極度的專心跟集中 承受每一天的高壓工作 沒有足夠的愛難以支撐 但家長擔憂 社會輿論 讓托育人員的專業難以施展 孩子都是天真的 可能不小心讓別人受傷 其實他們是不是故意的 對 可是家長方面就會覺得 我們老師怎麼沒有做到一些督導的責任 曾經因為小孩子被咬的事件 我一度想要離開 重大的那個壓力 承受不了 孩子被咬誰願意 我也不願意他受傷 只是那個當你已經盡力了 但那是不被了解 淚水沾滿委屈 該讓孩子探索成長的學習環境 怎麼幾乎沒有容錯空間 小小孩有的時候 那個襪子他就不想穿 就把它脫掉 那老師放的時候呢 可能放錯了書包 家長就勃然大意 曾經遇過呢 這個孩子在中心被蚊子咬 一家子 六個人 一起來到中心 希望我來保證怎麼樣 孩子可以不再被蚊子咬 被別的孩子咬或瘀青 家長不免心疼 但沒有溝通的責怪 托育人員充滿挫折 我們面對的是一群 他沒有辦法幫自己發生的孩子 那就會變成很多時候 大人就會有很多的想像 托育人員他要去證明他的愛 證明他幫孩子所做的一切 他需要花很大很大很大的力氣 所以呢 我們在面對的是一種 不對等的發生窗口 帶孩子不被認為是高門檻專業 但零到二歲托育 學問可升著 比如說零到二的孩子 大概他們的高度 大概就是四十到四十五公分 幼保科系普遍著重 三到六歲幼稚園孩子 這堂環境規劃 只談零到兩歲幼兒 當我們在調這個距離的時候 你就要去思考到 我們零到二的孩子 因為他不是三到零 他的腿的長度 用幼兒一百公分視角看世界 已是准托育人員的五年級學生 得學會規劃托嬰中心場域 教室另一頭是嬰幼兒的調奶臺 尿布臺和洗手臺 三臺模擬課程 至那嬰兒馬虎不得 幼保科課程零到六歲都有 但光是急救法 嬰兒施行方式 就跟一歲以上兒童不同 二到六歲的課程 通常都會變成交國小的 零到二歲都想教他們幼兒園的水準 環境規劃有針對幼兒園的 但其實托嬰中心的環境規劃 還是有些不一樣 所以我們也有零到二的環境規劃 這個課程 他非常非常多想法 他只講不出來 所以他心裡的關注才是最重要 不會說話不代表沒需求 更何況零到兩歲 是發展自我的重要階段 在安全環境探索的基本人權 卻落入成人世界 看不見的死角 外界可能也不被肯定 包括新制大域也不被肯定 可能就是抹殺他信心的一個主要原因 新加坡的機構是很好機構 來請我們推薦學生過去 那我們有幾個學生 確實有過去新加坡工作 但是這麼好的學生 我希望可以留在國內服務 學功問題遲遲未解 人才外流危機又必盡 看到他們成長 就是從會說話到不會說話 會讓人家很感動 如果薪資一直就停留在這個階層的話 就會想要去找說 看可不可以薪資比較高的工作 即便不是我第一志願想要的 一定會辛苦 小孩可愛就不覺得累 有證照再生那你之後如果 轉換了跑道的話 還是可以有其他的工作 植癌讓人才焦慮 社會還不痛定思痛嗎 橫起兒歌 托育老師借助六人坐推車 讓一歲左右不太會走路的小嬰兒 也能感受微風和陽光 六童一車任誰都推得吃力 一歲半到兩歲的小小孩正散步回來 大人小孩忙得不可開交 托育老師沒選最省力的方式幫他們做 而是協助孩子學會自立 我們也在中央提有虐童世界 然後你一直要求情緒管理 然後情緒管理的客家多 一樣還是有虐童世界 情緒管理的樣態部分 你可不可以回到工作者的健康處境 整個工作的作息和流程 有些人可能已經直摘了 他都不知道 那像 比如像腰 肩頸 或者是沒有休息長期的壓抑 愛孩子怎麼會怕麻煩呢 托育老師以專業照護 也該得到相對的休息與尊重 零隨身物品 出外透氣 上班族不陌生 坐下來滑手機喘口氣 或是小睡片刻 對托育人員來說都是奢求 在這個高壓的環境裡面 其實一個不管是半小時一小時 這對我們來講都是 減輕壓力的一個釋放的空間 再回到工作職場上 我覺得其實都還蠻可愛的 不過高壓高工時的托育人員 至今人同工不同酬 今年對於公共的 就公社民營的 大概托育人員的薪資 就是三萬五千四百八十五元 的續薪 準公共的托育中心 我們就規定說年資未滿三年的 就是三萬塊了 那三年到六年的大概是三萬三 六年以上是三萬六幾薪 為了轉型私托 政府補助準公托 卻讓家長送托的自主選擇權 逐漸失能 現階段是變成先選價格 再把安心和信任擺在後面 當家長選定了之後 他的補助是一樣的 可以讓整個托育的品質的 交選權真正的回到家長 零到兩歲孩子的成長 最需要的不是托育老師 而是父母的關心 從三十年的之後 我們從評估差距十六倍 變成六十六倍之後 家長光是要能夠維生 或是做好一個家庭的 穩定的狀況 都會疲於奔命的 沒有餘育來跟孩子相處 臺灣的勞動環境 一定非常需要改善 讓家長能夠回到家 看看孩子的狀況 比如說身上的疤痕有沒有 孩子在學校怎麼樣 生得少孩子值得 更好的照顧品質 但讓照顧孩子的家長 還有托育人員疲憊 就是潛在的虐待兒童 因為當成人深陷泥沼 怎麼看得見 孩子的疲憊與需求 首爾市中心前天晚上 發生了嚴重的車禍 究竟肇事原因是什麼 警方正在加速調查 不過很巧的是 韓國最近有一部 以交通犯罪為題材的電視劇 叫碰撞搜查線 他講的正是一群警察 集合要調查案件 而要調查的不是 重大刑事案件 要調查的是 交通犯罪的真相 我們來看一下片段 那到底這幾嚴重事故是怎麼發生的 警方還在調查中 不過有許多討論的疑點 首先就是看到這一名肇事駕駛 其實他是擁有豐富的公車駕駛經驗 四十年 而且工作的期間從來沒有發生過事故 檢測之後也沒有酒駕 沒有吸毒 這些車子在路上是逆向衝撞 沒有發現剎車的痕跡 剎車燈也沒有亮 而事後這個剎車還是可以用的 也就是他並沒有故障 所以就被質疑到底是不是他自己故意不踩煞車 那駕駛就堅稱說是因為車子暴衝了 但是專家說暴衝的車輛照理來說 不會在加速之後突然又自己停下來 而從部分監視器的畫面 也看不出來肇事的人有做出閃避車輛 或是行人的動作成為了疑點 不過距離事故現場 大概五十公尺的另一棟大樓的監視器 卻又捕捉到 其實這個車子高速行駛的時候 駕駛還是有勉強避開一些行人跟車輛的瞬間 然後駕駛的同事也透露 其實事故發生之後他有接到駕駛的電話 駕駛告訴他車子突然加速了 而且聽起來非常的驚慌 那到底是不是車子暴衝呢 這個品牌傑尼賽斯是現代汽車集團的子品牌 生產的大部分都是豪華汽車 在二零二一年也發生過車子暴衝 那駕駛人當時表示腳踩在煞車上 但是煞車卻像石頭一樣鎖住了 而EDR也顯示從一開始到結束 油門使用了百分之九十九 所以還有很多狀況需要釐清 不過日元價格持續走跌 有網友就看準了匯率的優勢 在日本品牌的官網下單即運回臺 可以省下在臺灣買的一半價錢 像是有褲子 臺灣售價是一千兩百九 日本換算六百塊 就算要付運費 算下來還是很划算的 我也提醒要注意 官務署有規定 海外購物超過兩千元 六次的話就會被瞌睡了 就算平日依舊有不少人來買衣服 日本品牌三四件買下來 也得花上千元 但看準日元重扁 網友發現從日本官網下單 省更多 實際點開日本網站 價格普遍落在兩到三千日元 像是UNIQLO西裝外套 臺灣買一千九百九十元 日元價格換算只要一千四百元 現審五百多塊 工裝庫差更多 臺灣一千兩百九十元 日本換算六百元 價差兩倍起跳 GU上一賣三百九十元 官網日元價臺幣兩百塊 百折群價差也到四百元 直接下單再從日本急運回臺 運費一公斤兩百元計算 就算只買一件 加起來也比臺灣賣得還便宜 還好 因為我個人蠻懶的 而且有時候可能你直接 現場直接摸 然後你不用等 也不會又幹嘛 就是比較快速啦 可以試看看 像大陸TOPPO那邊是急運 所以應該大同小益 我是買了十幾件 大概一萬五千日元左右 但網購急運也要注意 官務署規定進口貨物金額兩千以下 半年內能免稅買六次 但超過第六次 衣服就會課稅百分之十 到百分之十二點五 等於兩百元的衣服 得多付二十四元 外加急運每公斤一百八十元 即便如此算下來 日元持續貶值 沒辦法飛一趟日本玩 也能透過網站比價 兼便宜 線上寫評同樣賺到 會旅遊市 今天下午三點五十五分 長榮航空BR396班機 從越南湖知名新山機場 準備要起飛到臺灣的時候 疑似因為沒有抓好距離 將滑行道上的燈桿給撞斷了 有網友在臉書上PO出了照片 可以看到長榮班機的輪胎旁邊 有長長一根電線桿倒在地上 疑似是在滑行的時候 飛機的左翼前緣 不小心撞到了燈桿 導致的 長榮航空的回應是 為了飛行安全 會另行安排班機到機場 接送滯留的旅客 不過如果說搭飛機 遇到的意外狀況 像這一種可能是排名可怕的 前幾名了 怎麼會飛到一半 窗戶掉下來呢 這些網友說他六月底搭乘了 是菲律賓的皇家航空 才剛起飛飛機的機窗 就掉下來了 而且當時空服人員 是拿膠帶去修補的 乘客拿著掉落的窗框合照 沒看錯 飛機飛到一半 竟然噴裝了 那層窗戶掉了下來 窗框和塑膠片分離 但通報空服員 卻是這樣處理 只見窗戶上下 各貼了一小截膠帶 讓旅客看了直呼荒謬又好笑 窗戶掉下來 膠帶不OK 會滿可怕的 很恐怖 很恐怖 如果人家用膠帶黏起來 你會覺得放心嗎 不放心 我們不是死路一條嗎 旅客透露 6月底搭乘菲律賓航空 才剛起飛機窗就噴了 但這間航空公司早有黑歷史 去年5月有民眾分享 同樣也是飛往長灘島 沒想到飛機才剛起飛 椅墊就脫落 還有人拍下椅墊用膠帶 修修補補 看起來非常破爛 但好端端的窗戶 究竟為何會脫落 我們有看到 飛機的窗戶 可能因為熱帳冷縮的關係 而突然脫落 我們通常的話 就是一樣會拿風箱膠帶 先行解決這件事情 就是把窗戶先貼回去 貼膠帶應急 已只是這膠帶可大有來頭 快速維修膠帶是航空專用 有強力的黏合劑 即便超高風速的環境下 也不會脫落一卷台幣 三萬塊起跳 就連機翼引擎都能黏 儘管樣子看起來 讓人有些怕怕的 但其實安全性很高 通常來講 我們應該在起飛之前 會先做好安全檢查 在機艙裡面 所有的備品 以及座椅 還有包括像是窗戶 以及上方的行李棚裡面 有沒有危險物品 起飛前的檢查 SOP可不少 但菲律賓皇家航空 接二連三爆發恐怖 景象也讓旅客上機 難免心驚驚 這也讓人聽了心驚驚 因為高雄居然發生了一起 很離奇的辦事案件 一名九十五歲的老翁 去年底病重 家人就把他接回家 想要陪他度過最後一段時間 結果過了半年 陪伴老翁的二女兒 沒有申報父親亡故 但是他也沒有把遺體下葬 是把遺體直接藏在家裡 一直到這個大女兒 因為找不到父親 察覺有意 趕回家裡 看破門而入的時候 才看到父親 早已經變成一具白骨 很明顯死亡多時了 大女兒回家找爸爸 破開家門 但結果眼前看到的這一幕 簡直嚇壞了 平平說先找見識 因為一打開門 看到的竟然是老父親 陳詩在房間內 身上蓋著黑布 旁邊還放著蒼蠅板 明顯已經死亡多時 高雄西新區九十五歲的老翁 去年十二月二十六號 醫院發病危通知 醫院尊重二女兒 把父親留最後一口氣回家 所以醫院當下沒有開死亡證明 沒想到老父親回家之後 因此行蹤沉迷 大女兒試圖聯繫妹妹 卻都找不到父親 六月中旬從臺北 趕回高雄破門而入 才發現父親已經身亡 變成白骨 讓他壓抑的是 妹妹伴師長達六個月時間 父親家中病逝 二女兒卻沒有通報 也沒有幫爸爸下葬 反而藏在家裡讓親友都相當震驚 繼續追蹤這名故去的老翁 以前當過警察又是榮民身份 所以每個月可以領取多達五萬元的退休縫 林長透露平常他想要去探望老翁的時候 都會被這個同住的二女兒拒於門外 所以他才會懷疑女兒是為了想要繼續 領父親的退休縫 才會隱瞞死訊 鄰居秀出一本自傳 作者就是九十五歲的老翁 上面記錄他的人生過往 也寫下和女兒生活的點點滴滴 老翁曾經在自傳 寫下二女兒的身體病不好 只是沒想到二女兒卻對內對外 隱瞞老翁死訊 讓鄰居相當震驚 95歲的余姓老翁是警察退休 又具有榮民身份 余有三個女兒 大女兒在臺北定居 平時老翁都是住在高雄 由二女兒照顧 林長透露最小的妹妹 原本也同住在一起 但好幾年前疑似被二姐趕出家門 老翁每個月都有將近五萬元的退休縫 由於他出院後失聯 疑似已經死亡六個月的時間 二女兒後續照常領用退休金 算一算 正義款項多達三十多萬 常管單位已經展開調查 領用的退休縫是不是合法合規 老翁具有榮民身份 平時相關單位都會上門拜訪關心 但從今年初開始卻大肆閉門跟 就連大女兒也覺得不尋常 男下回家才發現父親已經生亡的事實 監防妹妹企圖隱瞞父親死訊 警察 劉庫瑞 寫家臺超報導 感謝您收看今天的調查報告 我是梁芳芷 我們再會 感謝您的支持 感謝您的支持 感謝您的支持